全面掌握国内外重要头条 专家分析 人物聚焦 黄光琴 怕抢先报 事后也可以打上关键字 收集我们每一季节目 你只要上YouTube 打上关键字就可以了 好 今天是礼拜一 那今天第一个小时 我们也不敢 不管这个北韩问题了 我们今天有请当事人 是民进党的立委 杨文志 文志你好 光琴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 文志 你过去曾经有主办高雄市运的经验 那现在这个市大运风光的落幕了 那我们抛开一切 束缚 用你的专业 我们好好来评价 这一次的市大运的成败 我没有主办高雄市运 因为我那时候已经离开高雄 那但是在争取跟筹办的时候 其实我有参与 那恐怕各位朋友还不晓得 我以前是体育记者出身 而且其实我念书的时候 我几乎是体育系 就是我很喜欢打球 不爱念书 这是小时候 我对运动啊 对整个 其实我长期投入跟关心 当然这几年身体运动的伤害很重 所以没办法再打了 对 好 那但是我其实特别对这种城市的运动赛会 或者是嘉年华会 我从在高雄担任副秘书长的时候 我就非常关心 因为我在高雄过去办的任何大的赛会 都是我在统筹整合 我以前有点像苏力琼那个角色 所以我也是高雄的阿信 曾经有过这个经验吗 是 对对 我想说 所以我长期 长期关注 那在同时 我又特别 这几年我特别 关注说 这个运动赛会 它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对 所以我在去年 我也去看了伦敦 我到东伦敦 应该叫Stockton那个地方 我去看看他们 那个办完奥运以后 他们做的都市再生的工作 他们除了产生了很多社会住宅 那做了很多拆卸式的展场 然后甚至还有大学 你知道吗 他们办完以后生出一所大学 那整个社区当然是 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棒 那那个是一个非常好的经验 那我其实也观察 各个年度奥运 像我自己觉得说 在这么多年来 最棒的奥运是 还是1992年 那个叫做巴塞隆纳奥运 我们这辈子都很熟悉 因为那是 你比较熟悉 那是美国梦幻篮球队 也就是有Michael Jordan 第一次参加奥运 因为以前奥运是非职业的 1992年 我不晓得是不是第一次 但是那一年的Michael Jordan 去参加 那整个奥运 整个巴塞隆纳 他还知道巴塞隆纳 他的人口比台北还少 他在西班牙 他当然是过去是赐于马德里 但是现在我相信 现在巴塞隆纳在我们台湾 同胞的心中 他其实是一个国际的大城市 可是他原来是不是 他原来其实 不是 不是那么样的一线的城市 所以他办完奥运以后 他的价值 当然我们也知道说 像洛杉矶奥运 他创下了获利最好的 因为美国资本主义 他是完全资本主义的实践 那他的原来的 的场馆的投资 他不需要那么多 所以 他的成本低 他非常好的行销 再加上那个时代的传媒的时代 跟现在也不一样 那 OK 那伦敦这是最近 最特别的例子 那伦敦待会儿 我们有机会再讲 他的分工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说 其实我们看台北的世大运 他有很多的角度可以来看 那我们当然是很恭喜 其实很恭喜台湾 很恭喜台北 整体的这个筹办的结果 有我们的选手得到那么多的金牌 他们的汗水 没有白费 那我们真的受到很大的鼓舞 我想这是这是无庸置疑的 那 嗯 但是如果说我们办完了 我们办完了 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我们再把全世界的很多的 不懂可以创造出来的标准来看 当然可以检讨就是说那就是对对对 不可能是一百分的 对对对对 那那就是说我们有的东西是不是要再加强 那我们未来如果再办 是会是一个怎样 那所以我想我们今天讨论是应该在 我是觉得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态度了 因为这这时候这几天好像只要是政治人物讲 尤其尤其尤其像我这种 有可能是这个这个接下来选举竞争的对手讲 好像每个人都要加一个酸字 加一个我觉得 对我们来说我们其实好像也很难 很难把这事情讲得清楚 不过光琴你找了 不好意思啦 文志 我希望我们有这样的态度来看 那其实我也觉得如果是大家要倒上政治上 那我们当然也恭喜柯市长 因为不管如何他得到的成果是 大家这个礼拜大家觉得说大家觉得还蛮振奋的 政治有所谓的温度 我们不可能不感受到这样的一个热度 而且这个热度是柯文哲所散发出来的 你不管是台湾之光 那个台湾之光也回射到这个柯文哲 他的一个政治行情嘛 那天时地利人和 这个不是某网友 这个被疯传而已 其实天时地利人和 大家都看到 你想想看 我们的这礼拜天气 甚至这几天天气 有上这个之前 这个世大运期间那么好吗 没有嘛 所以这个 你看老天也赏脸 老天也帮忙 赏脸对不对 那可是我们很客观来讲 而且刚刚文志 你拉了一个大格局的 我们不用自爽啊 我们不用是观止你们来自爽 但是我们看到就是我们台湾 甚至我们的台北 我们的柯市长是可以的 之前有很多唱衰 他自己也知道 就我单刀直录来问 就是说 你在这个前几天 曾经接受心头科的访问 你后来也在你的脸书上 有一些说明 我们这个节目就是没别的 就是您既然来了 既然赏光了 你就把事情好好说清楚 难道那么资深的记者群集的一个心头科 他们会引述你的这个话语有任何的错误吗 或者说有任何的断章起遇吗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曾经提到 世大运他有三个败笔 尤其其中一个是柯文哲没让世界看到台湾 那很显然的我看好几个报纸 他们下的标题 刚好都说让世界看见台湾 惊奇 而且是我们得了非常多的金牌 我们总共90面的奖牌 那金牌有26个之多 甚至比这个还超越 那银牌铜牌不用讲了 这个文智你是不是考好好的利用我们的这个时间 我也没有排其他的这个太庞杂的议题 就是说你可不可以好好把你的论述 讲清楚因为柯P最后也有神回 不是他也没有 哎呀这个这个这个所有事情 就在这里都会越描越黑 因为因为我在星头阁的访问 是在世大运过后的 世大运局开始的一两天 开幕之后的两三天 我们整个社会是在讨论那个 维安的问题 维安的问题 那我讲的是世大运之前 我们做的这个宣传够不够的问题 够不够 他如果不够他会在开幕之后他会显现了 如果不够的话 不够他会显现了 他有的东西会显现 但是但是之后 之后我们的选手表现那么精彩 那我们的那么参与那么热情 他又形成另外一种宣传 所以星头阁那个访问是在维安的事件刚过 我们的整个世大运真正的比赛 大家所鼓舞的热情 那个还没有 还没有开始 所以我在那时候是在讲 世大运筹办之前 如果能够多一点 多一点这个 这个国际的宣传 或者多一点 多一点 就是选手的宣传 选手的宣传 选手的宣传 其实我那时候 那时候讲的细节是在那里 但是我现在 而且你一路走来 始终如意就是说 你上一次几个月前来到我节目 就是还没有世大运的 这个进入筹备期 你就讲一样的话 对不对 你是看到就是说 包括卖票是不是早一点卖 早半年 其他国家是怎么卖 那包括国际形象 都该怎么做 这当然国际形象 也不是那么容易 我这个 大家要把时空的脉络 讲清楚 在那个时候是 危安的事情 大家正在 正在质疑 然后接受访问 但是他偏偏他隔了 应该是八天以后 他那个整个八天 这八天的台湾 那种产生一些化学变化 那种鼓舞起来的热情 我们的金牌 我们不断得到的 这个运动选手 他的这个努力 那那个时空是不一样的 所以也不是说时空不一样 我们观点就 这个见风转舵 不是 只是说我们在讨论的脉络 我们要弄清楚 我们可能因 这个我举个例 我们的标枪 这个 这个 我们标枪选手 他其实大家 罗兆春 罗兆春他 他投出那一支 他让大家都跳起来了 是啊 那这个宣传效果比谁都大 不是吗 那还没办的时候 有谁想到 有谁想到的 有可以预测到 他可以拿金牌突破到91的 那那个霍夫曼还输他的 这样的一个故事 这么精彩 那是 那谁 谁可以料到 我相信没有人可以料到 像 他们过去的名字 就算是杨中翰 白米 其实他常 他才在之前的一个 应该是亚洲锦标赛拿到金牌 其实我想知道的人也不是太多 那共同竞争的选手 有大概有六位还八位 成绩成绩比他好的 但是他能够拿到金牌 我想这个也是一个传奇的故事 对 我认识你的意思是说 后续的有一些化学变化 我们选手的表现 以至于他压过 甚至弥补掉了 可能的 这个是国际形象 不过检议院等一下会来 他说我们的台湾选手 除了咏夺26斤 90面奖牌之外 活动期间吸引了 超过50个国家 237位国外媒体报道 将近千则的新闻 从赛场到赛事 场外都有吸进了亮点 他提出这个数据 尤其我们的票 卖到百分之八十七 这个超过光州奥 那个所谓的世大运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举出这个 能够等同于你的批评吗 光景 我觉得 这个社会 我们没有办法在这里 这样辩论这个 我已经跟你说了 好 我所讲的是在世大运 办开始为安的问题 然后我在讨论的是 世大运之前 那这个世大运的过程 所有人都被激起这个热情 所以他的票大卖 那他的这个媒体 也更多的关注 这跟之前是不一样的 因为之前有很多的民调 也证明 对 这个前面 所以在这个时空讲 那时候世界有没有看见台湾 跟后面那个时空 我觉得我们不要陷入在这里 我也不想跟这个 这个 谁来辩论这些事情 因为我们是在看 就是我们拉到 拉到一个国际城市的尺度来看 那当然世大运比不上奥运 这我们也晓得 这个规格 规格不一样 我也不晓得 那只是那时候 我的意思是说 那我们的 我们台湾 我们台湾 需要的是什么 我们是不是更需要 让大家认识台湾 认识台北 那尤其我那时候 有举了一些例子 就是说 其实在世大运 还没有开始之前 大家恐怕只关注 中国队来不来 只关注 只关注中国队来不来 只关注 用Chinese台北 对外国记者 他们是怎么样的情况 这是国外媒体的情况 但是世大运举办之后 有些议题 他会被报道了 因为第一个 开幕 从来没有发生过 那样的情况 就选手进不来 那个也被报道 后来 后来我们的 百米金牌 我们的郭信淳 破了世界纪录 后来我们 尤其是标枪 标枪是过去是 连中国都跳起来 都觉得说 我们是不是 还质疑那个纪录 这些都变成是 媒体的话题 那所以 它是不同样的 不同样的 这个宣传的架构 那多少篇 多少篇 那我现在要问的是 是说 就是回到 回到他事情的本质 就是说 选手的表现 我们当然 给予最大的掌声 但是 这个选手的表现 表现 过去 过去我们 其实并不是 那么的 那么的好 因为我们大概 原来一开始 也没有设定 拿那么多的奖牌 确实 确实 那所以应该 我们在筹办的时候 应该用什么样去 去补 去补 比如说 筹办的时候 是不是去表现 台北的友善 台北的文化 台湾的各种 各种人文的特质 我举个例 其实像 雪梨奥运 雪梨奥运 应该是 Sor那时候叫汉城 是1988年 雪梨奥运 应该是 应该是 两千年左右吧 还是 哪一年 雪梨奥运 他们有一个目标 他们的目标是什么 他们是办完奥运 要让大家 想到澳洲 不要再 只有想到袋鼠 就是我 我了解 他不要再想到袋鼠 他要想到说 雪梨的歌剧院 以及他的整个 海湾城市 他那个城市的 这个发达跟美好 北京奥运也一样 北京奥运 他固然我们说 他好大喜功 但他其实是要 展现中国 中国的崛起 那就是他的目标 他的目标 那首尔也一样 1988年的 他是亚洲之虎 所以他连吉祥户 都是一只老虎 这是汉城的奥运 那到伦敦 2012年的代 他的目标是什么 他的目标 他要让大家看到 说他们对 让世界看到 他们对城市经营的细腻 所以那他是一个 伦敦发展的 一个特殊的地方 那现在要问 就是说 那我们台北的整个规划 是要让大家看到 是好 其实权势权 每个人都有 在这个氛围之下 尤其有政治高度敏感性之下 那大家还没有推文的前提之下 其实什么话 如果是柯市长他自己讲 包括他之前也没料到 对不对 那之前他也认为说 门票可能卖得不好 或者说场馆他也觉得很赶 如果这些事情 是由柯文哲自己 柯市长自己来讲 或许大家觉得 哇听起来好顺耳 但是杨文志也没有错 如果你用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标准 如果你的采取是 比较一个格局大 甚至那个标准 比较高的情况之下 当然是为台湾好 希望我们台湾 不只是外籍来的选手 或是我们自己人 看到台湾而已 政治效应也不只是说 在台湾剧烈的震荡而已 而我们过去有办过听奥 我们有办过市运 包括我们这次市大运 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标准 好还要更好 不过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需要下阶段广告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我们今天有请当事人 邀请的是姚文志 文志 在这个我们申办市大运的过程当中 高雄争取过三次 台北争取过两次 那第一次其实罗志强有点搞错了 马英九打22通电话 马英九卯足的权力 希望争取到 那个是台北第一次申请 可是第二次是因为中国大陆 投票给我们了 所以促成了我们士大运申办成功 所以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 柯市长他在这个事后 他说可能我们五六年 都不可能办这样的国际型 这个盛大的这种运动会 这是第一个他的观点 你认为说要这么早 说这个话吗 那第二个就是说 在这个整个 我第二个问题在 等一下再请教你 就先问 第二个问题是说 他必须要感谢郝龙斌吗 你觉得这句话这么重要吗 而他没有感谢这个马英九 你觉得这些 我看到李秀莲来 也提到这些东西 这也是在我们这几天 政治议题上面有发酵的 我想柯市长有感谢郝龙斌 也有感谢蔡总统 我觉得这是应该的 那这本来就是很多人的努力啊 那可能马总统在当总统的时候 也做过努力 郝龙斌也做过努力 我们就其实一码归一码嘛 大家共同争取这个前仆后继 那接力完成 这些都要感谢的 对 我觉得都要感谢 我其实很期待 这个柯市长任内 他也去争取啊 因为我记得2014年 越南胡志明市曾经 因为他取的主办权 可是他放弃了 那是亚运 亚运 那那时候 我记得我好像跟许天才 许天才市长 我们都有一起公开呼吁说 台湾应该争取 但很可惜 我们那时候 因为台湾大概在选举啦 或者是 大家就错过那个机会 那我讲这个话 并不代表我不知道说 我们的国际的处境 中国当然处心积虑的打压 那我也理解说 柯市长他对 就是说中国的因素 那他的挂虑 这些我都可以理解 那只是我 就依我们过去 从长期 从长期从 从这个 呃 觉得说台湾 作为一个 一个主权国家 台湾 在争取 参与 国际事务 或者是国际活动 我们的心态是什么 这跟争取参加联合 加入联合国 我觉得一样 我们当然知道 哪有那么容易啊 可能有有生 我搞不好我们有生之年都都不是那么容易 但是我们要不要做 我认为要做 嗯 我认为要不断的 就是说 我们把握各种机会 穷尽可以做到的努力 我们未来的机会是什么 那当然 那我还是把这讲完 那当然我们 我们知道我们是 现在是中国台北的身份去办 是 这个我当然了解 我们也知道说 要维持那样 然后才能比赛顺利 但是 我们在观察的是说 你有没有穷尽 我们说洪荒之力啊 或者你有没有穷尽 所有的努力 去让台湾 展现出来 我举个例 像 像这一次呢 我们的不是有世大运的手册 一开始说是一个 狭长的台湾岛 有没有 大家就狭长的 它叫做 不是台湾岛 它叫做中华台北岛 狭长的中华台北岛的介绍 那这个错误 后来几天以后改正了 我忘记你记得吗 我记得 我记得 我有一堆简报 大家可能想忘 几天以后改正了 因为世大运的议题太多了 我告诉大家 那个报纸已经速出高可 我特别有注意嘛 其实三天就改好了 三天就改 你的意思是说 柯市长还是可以做到的吗 那我请问 不是说可以做到 那三天就改好了 那你前面有那么多困难吗 我要请问 你怎么会 前面有这个困难吗 因为你三天就改好了 那表示前面没有困难 那也表示说 前面有没有 有没有穷尽所有的努力 我其实 我比较看的是在看这样的精神 就是说世大运 我再讲一遍 世大运的结果是好的 但是他的好 他的好是 他的好是 是来自于哪里 我们要问的是这个 那我们要问的是说 台湾的处境 他要不要 去穷尽你所有的努力 那这五六年来 柯市长说 我们未来五六年 可能都没有机会了 你让我五六年 那我觉得 像我觉得 柯市长或许描述的是现实 以及我刚刚说 他对中国的研判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是应该 台北已经办了 残澳听澳 现在世大运 台北在国际的 这个奥委会底下的 组织的评比 台北是有资格的了 台北的条件已经具足了 尤其是经过这次世大运 台北光把这个办好 这个条件已经具足了 我们其他先不论 那具足了 你为什么不 再继续追击 你的意思说 他话应该倒过来讲 我觉得 要积举争取 我觉得像 我觉得像这样之后 台北应该是 应该是更积极在争取 那在争取的过程 我们凝聚更多的团结 然后我们有更多 对台北或台湾的想象 告诉这个世界 说你看我们 我们可以办得那么好 那台湾就是一个 这么热爱运动 可以跟国际 大家平起平坐的 大家有一个非常好交流的国家 那不是应该再继续吗 对文哲你也看得到中国因素 他这一次 为什么柯文哲会讲那个话 是不是说 看台北 我们给他机会 也申办成功 然后没想到他办得这样好 所以柯文哲 柯P他的意思就是说 那以后中国不会放这个机会给我们 是这样吗 你怎么分析中国因素 在这个各项赛事 中国其实也会不断在变化 你看你想想看 以前神水扁的时代 为什么也没有 2006年 谢长廷选市长的时候 还说要主张 要申办奥运 申奥过 那那些都是 现在就是说情势是各种在演变 但是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 那你如果都不去 都不去 都裹足不前 一开始就自己说不要了 不要了 那我觉得 那就真的不要了 机会就是零了 未来你就会可能看到 未来他就是高雄在办 因为高雄他们有说要争取 那这个高雄当然也好 台北也好 我只是觉得说 我们在 尤其是台湾 台湾的国际处境这么困难 我们当然是把握各种机会 其实 其实我是 各位如果了解 大家有很多篮球迷 去看那个威廉琼斯杯 威廉琼斯杯 就是一个我们退出 国际运动赛会的一个替代 他是一个用一个私人 台北用各种力量 那他在他在整个世界的 人家说Gipso 或许或许不是那么高 但是他也同样可以 让我们的选手有一个舞台 对文正 那他是不是映照就是说 因为我柯文哲 包括开幕不算 闭幕 还有其他的外籍球队 可以披上我们的国旗 戴上我们的国旗的帽子 而且先前也不外乎是 马英九的因素 中国才会投票 才有这次斯大运 他是不是想说的是说 那像我们两岸僵局 主事者在行政院长以上 包括我们的总统 在两岸的这个关系上面 没有处理的太过这个有弹性 所以以至于未来不会有机会 他是不是在讲这个 或许我说他这是他的挂虑 那国际的现实 我没有那么天真 我不会说我们就冲冲冲冲 你的意思是说还是不要放弃机会 问题是对啊 我们为什么一开始就打定主意 就不行 或许台北可以在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这个国际夹缝中 比如说我刚刚说越南他临时没办法办 那现在台北 台北我们有经验 我们这个也谢谢柯市长 他也勉励完成 大家知道他一开始也觉得说 对斯大运来讲 我觉得他一开始他觉得对他是一个负担 对不对 大家都看得出来 其实我回归到我们开场 这个第二段的开场 就是说没有先前的三次高雄 没有前面的一次台北 后面的一次台北 其实每一次都很困难的 我们可能都不抱太大的希望 可是他就是成功了 成功了 所以说一定是积极的争取 这个是必须抱有的这个雄心壮志 否则这个斯大运 所有享受的光彩 如果没有再利用的话 其实对我们来讲也是相当可惜 我们休息一下这段广告 我们来进行政治的化学变化 我们来请姚文志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胖抢先报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我们今天有请当事人邀请的是 民进党立委姚文志 文志 你怎么看斯大运的这个政治效应 他激荡出来是柯P达到顶峰了 不只是连任 有人觉得他希望大增 甚至酸中痛 酸中痛那个呼声 是在斯大运之后 甚至当时就出来 我自己也认为 包括柯文哲 柯市长他的欲望 我们不敢这样说 客观的这个情色 而是说他的主观的愿望 我听过很多人 至少两个人左右 证实说 他不管落选 这个台北市长 或是连任台北市长 他都有可能角逐总统大位 甚至有人在蔡英文总统 他的脸书上的人气 他们把他拿来跟柯市长比 说在什么时候 他的脸书人气到达什么 那蔡英文总统远远不及 我不晓得你怎么看 就说在之前 柯文哲去上海参加双城论坛的时候 甚至讲了两岸一家亲 你那时候就比较是公事 采取公事 你认为说这样子的话 民进党应该跟他分手 男婚女嫁应该分手了 甚至在他的这个民调很低的情况之下 你有提到就是说 没有道理再让他直接连任 现在你有改变你的看法吗 那这关乎到你未来 是不是还有这样的一个企图心 希望在绿营产生 就是民进党自己如果要推人的话 你是那个人 你问好多问题 我的看法当然没有改变 那基本上 我那时候那样的回答 是我觉得柯市长那时候 拿那个床头炒 对 床尾合 这样的比喻 他是一个夫妻 或者是说恋人的比喻 那那样的比喻 我觉得 那我觉得 哇这真的是差太远了 因为我们比较可以接受的是说 比如说是兄弟之邦 或者说我们是吵架 是兄弟戏强 或者是 坦白讲 像两岸一家亲 大概已经是 已经是 是语言的极限 但如果用到床头炒 床尾合 那样的比喻 我因为不恰当 所以我其实那时候就说 那其实男婚女嫁各不相干 因为我是要很 很清楚的把这个 点出来 那我当然了解 我们两岸的交流 还是 还是应该要持续进行的 那只是两岸交流 他 就是他 他必须是一个共同的节奏 大家知道 柯市长去双城论坛的时候 是刚好我们跟巴拉玛断交 其实不到 不到20天 不到没有几天 好吧 那如果说真的非得那样 那你拿到很多的 很好的成果吧 那我们来看他拿到什么成果 以这次世大运来讲 其实没有 没有一线的选手来 几乎没有 对不对 来是稍微虚应个故事 他两岸交流办公室 洪文涛来了 一个局长来 交流局长 交流局长来了 也就是说他其实 或许 或许能够谈到 中国不抗议 坦白想这个 台湾也要有一点点 有一点的国格 我们都已经举办了 那中国你不来 你要抗议 我觉得国际社会 也会 也会谴责他 那是不是我们真的所有的 是不是 甚至说 我们嘴巴讲中文的时候 讲台湾 那英文翻译全都要避开 这些过程 是不是真的有影响那么大 这我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因为我不是局中人 但是我们在 我还是回到刚刚讲的 我们以前都在那个世代长大 我们都看 我们都看那个 米兰昆德拉的小说 就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这有关于 有关于国家的尊严 或者是 或者是我们的 格调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有一些 有一些 哪怕是那么一点点的坚持 那那个坚持在哪里 就我刚刚举例的 那 那 台湾你就不能够翻译成台湾吗 你意思说他11次里面 有关书面的或翻译上面 我想这些都是问题 这些都是问题嘛 就是原来 原来那个 在讲台湾的时候 其实 有些已经是地理的名词了 你还要把它被改成全是台北 就手册的那个部分 我觉得这是心不在焉嘛 这其实是 这其实就是不够 难道你不知道这敏感吗 我不相信 那 有没有穷尽那样的努力 我刚刚 这个阶段问到的是说 有人分析说 绿云跟 柯市长他们合作的 空间就大了 就里让 里让的这个可能性就大了 你的看法呢 因为 大家都 其实我不太喜欢这样 大家都立刻 然后说 柯市长的支持度 满意度 这些 这些 马上把这件事情的讨论 把政治的趋向 把它连结在一起 坦白讲 我觉得 像这样的 是不是短期的 我们都不知道 他会是长期 柯市长认为说是这个短期效益 现在说选总统才太早了 他说不可能 这个回答 或许我跟柯市长是一模一样 我也认为说 我们其实还有更多事情要讨论 那政治的 还早 柯市长说选举还有15个月 这未来的变化还很多 他是不是像林景昌所举例的 是 是一个够久的 是一个流星 流星到底多久 这些都 我觉得这些都还不一样 还要观察 我举个 我举个大家没有提的论点 你听听看 其实高雄市运 2009年举办 那后来 陈菊当然他就 陈菊市长后来 后来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后来是整个高雄的行政区域的划分 其实如果就以高雄市来讲 他长期还是紧张的 大家不要忘了 就说 你意思说是 市运之后的陈菊 也是达到一个高峰 但是后面还是要以市政为主 但是就说你有几个东西要观察 比如说像高雄的情况 他是县市合并 县市合并 那加入高雄县以后的城局 如虎添翼 所以有没有世大运来说 其实根本就不用讨论 你用城局做例子 这是一个例子 那第二 他可以变成长期效应 是一个高雄市运主场馆 以及他整个城市的改造 他是一个活生生在这里 那台北呢 台北 台北现在留下了一个篮球场 一个网球场 那网球场被形容为地域网球场 那他的功过不知道是谁 那他不是柯文哲干的 好龙兵在这个方面也一再解释 那些功过都还带厘清 那但是他有没有真的留下一个筷子人口 也就是我一开始跟光琴说的 我们在看这个城市举办赛会 我们看到很多城市的经验 那台湾特别需要的是 行销台湾 行销台北 让国际就是展露头角 特别需要 那透过什么 透过我们的文化 我们的友善 我们的热情是一种 透过都市的改造 让人家看到说 我们在办这个的活动的时候 我们设想之周到 我们之精巧 我们的创意 这有很多国家有例子 像我刚刚讲伦敦的例子 那留下 留下什么 留下我们很好的这个场馆 或者是都市改造的设计 换另外一个角度 就是说这次的大巨蛋 没有赶上士大运 不代表士大运的问题 这个所谓的大巨蛋的问题 就不存在了 那慢慢还是会被讨论 这次是看天了 那未来 士大运所显现的 这个大巨蛋 在这个大巨蛋 这个议题 在士大运没有凸显 可是他不会说 在柯P他施政过程当中 这个问题就是平白消失 而是因为士大运 老天赏脸 我们说一下这段广告 马上回来 现在时间11点49分12秒 欢迎回到POP Radio POP抢先报 节目的现场 我是黄光琴 我们今天有请当事人 邀请的是民进党立委姚文志 文志 我问一个很直接的问题 今天你坐到这边 我如果不问 那人家还以为 我们两个在一搭一唱 干嘛都没讲到重点 你现在是不是还是没有放弃 想要角逐未来的台北市市长 那你帮我们分析一下 因为9月27号 有个民进党全代会 未来走向是什么 就你个人来讲的话 在网络上有人讲说 柯P这样姚文志就出局了 你同意吗 你同意这样分析吗 我刚刚不是说 柯P也说这是短期吗 其实政治不断在变 那大家先把这个时程 因为我觉得 我们在讨论这个 然后马上转到选举 其实我觉得也不是太恰当 我们我们太容易把很多事情都政治化了 那所以我不会回答你这个问题 但是我必须跟大家讲一下 你认为是短期 就认为说你要等这个短期效应过吗 也不是也不是 也不没有必要 有时候危机可以入市 但是但是这个进程是这样 我跟大家讲一下 9月24号是民进党的党庆兼全代会 那这个全代会他会决定 六都的提名办法 有的地方初选 有的地方征召 那之后他才会开始进行说 我们要如何征召的作业 那征召可能会有大家熟知的 就是民调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办法 但是时间会在什么时候 其实柯市长也说了 他说是他的评估是明年2月 那但是在我了解 民进党应该会等到 至少要等到国民党的人选 国民党出招 对 就大家要 大家不要以为这个社会 就是柯市长他当然现任 市长他连任 但是国民党的想法是如何 那亲民党真的合作了吗 甚至时代力量 新党 其实还有很多的不同的状态 那民进党现在既非现任 那过去也曾跟柯市长合作 那是不是会 就是说有没有要 有没有必要那么快 就把这事情都要都要讲好 所以你的意思说 你要等到那时候 你或许比较有个明确的走向 不是我 我现在讲民进党 不是讲 不是我 那我个人 我刚刚已经跟你讲了 像像我 我还跑去伦敦 我去看伦敦 他举办的情况 我是跟很多的这个专业者 那一起去看 伦敦办奥运的情况 我过去 比如说我也 我也去访问过小池 我也看他怎么样积极 积极的在办东京奥运 东京奥运未来要办 轻能为主题的奥运 他们设定的非常的前进 他们未来所有的能源 都是轻发电 都是轻 那这是很有创意 那我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准备 那那些准备我会陆陆续续 我会陆陆续续 从九月以后 因为我知道世拉运 我们在办喜事 我们之前不要提太多 我们专心办喜事 世拉运过后 我会陆陆续续提出 未来台北市的很多的想法 这些想法 这些想法让大家 来做选择 来做评断 那大家要选择是什么样 什么样的未来的市长 或者是大家要选择 未来台北市如何 他的发展方向 比如说我刚 我们回到世大运 像我认为 我认为我们台北 其实有三次的经验 这经验就把它割了 不是太可惜了吗 我们还剩两三分钟的时间 就成如你讲的 政治的局势 一环扣一环 不能否认 蔡英文总统 现在民调偏低了 如果我们按照 就是说整个大方向 大格局来看的话 蔡英文总统的出招 应该是跟科批合作 比较好 因为至少先把它 关在台北市的几率 如果高的话 先把它关起来 那所以最近才有人提到 就是说 那这个赖清德市长 他到底接任格魁 到底是真是假 到现在都是要看 这个月才是最终回 整体来看 你怎么评估 这整个大的 这个政治局势 这坦白说 我个人一直都是这个态度 就是像这样的大位 不要算计那么多了 真的 真的就是 就是有 就是你在这个机会点上 我这个对蔡总统讲 也对科市长讲 就是说人民支持你当总统 当市长 你就是好好的 好好的做 把总统该做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我们对蔡总统当然有很多意见 包括党内的运作 有时候我们也觉得说 你怎么用这些人 你怎么这个进度这样 你怎么搞 有的东西连一点手腕都不会 但是我要提醒一件事 我觉得蔡总统 没有忘掉他的改革的初心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比如说年改那么困难 每天围着他抗议 他还是做了 这个决心 这个决心 以前没有一任总统愿意做 那我觉得这个要给他肯定 再来 再来整个转型的正义 他他努力在做了 有时候我们觉得太慢 但是他一步一步在做了 包括绿能的事情 能源的事情 我们固然遇到大停电 这中间有波折 但是绿能这是一个多大的挑战 他也做了 就台湾百费待举 他在整个改革的进程上 他没有畏缩 他没有畏缩 我觉得这一点不一样 那文士最后十秒钟 如果民进党 没有推出自己的候选人 而在意科皮因素 你会不会觉得 这个民进党没有党格了 我还是认为 这个民进党 我当然认为民进党 应该要推出自己的候选人 我其实期待这个民进党 民进党有那么多优秀的人 大家都跳出来 因为我相信 我相信对于整个城市的看法 对于台北 大家都有很多的 很多的准备跟意见 好 因为时间的因素 谢谢文贼来我们的节目 而且是这样的一个时机点 来我们的节目 那可以看到姚文贼 他的想法 他的说法 未来还有他的做法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来迎接第二个小时 我们专访的是 台北市政府官传局的局长检议院 对于台北市政府官传局的